新北市板桥区 在今天上午7点多 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 这驾驶自称 当时他是服用了慢性病的药物 导致他神志不清 才会高速撞进了这个超商里头 造成这超商的玻璃是全碎 商品掉落一地 而警方到现场发现之后 有一名68岁的杨姓妇人 他被压在这个车子底下 根据了解 当时他站在门口要等朋友 要一起去扫墓 但实际状况又是如何 警方还在厘清 老早在半路上就打了右转灯 但不晓得为何前方的银色轿车 却直直往前开 一头撞进超商里头 吓得后方计程车赶紧踩刹车 警方到场拉起封锁线 只见玻璃碎片散落一地 就连超商柜台咖啡机也凹陷 门框严重扭曲变形 还有路人就站在门口 就被无辜撞上当场遭碾入车底 四号早上七点多 一名六十八岁的杨姓妇人 拿着莲花站在新北市板桥区某 超商门口前 等朋友来接她要一起去扫墓 没想到一面而来的却是一台轿车 高速冲撞 送一后仍旧宣告不至 这起车祸不只超商前方 被撞得乱七八糟 就连后方放置物品的储藏室 物品也都散落一地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有多大 招式驾驶 当时开着车从中立 要到附近市场摆摊做生意 知道自己酿货后 待坐在地上 警方调查他 没有酒驾也有驾照 自称是服用慢性病药物 才会一不小心失神撞上 而遭撞的富人 以前也在市场摆摊卖桶装 退休后在巡守队 社区清洁队当志工 在大家眼中是个很好的人 如今却遭遇恒祸 也让附近居民相当不舍 华智新闻正会来的 红志新北报道